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YouTube大量的视频浏览都是在300次左右 大家在YouTube上上传视频以后的话 无论你的视频多么火爆 多么的流行 有一个小阶段的话 你的浏览数值都是停在301或者是302 有时候在300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么其实会出现这种情况是YouTube的有意为之 这是一种针对YouTube上传的新视频计算流量的规则 流量应该是一种视频的回应 一种真实存在的收看者和很好有观看经验的视频的回应 就是说白了是浏览者的一个回应嘛 对不对 那么浏览好比视频YouTube视频网站 就浏览量好比视频网站的货币一样 与视频的热度排名挂钩 直接影响着视频的效益 因此的话呢 必要就是YouTube有必要对于这个流量进行严格把关 那么301次流量就是观看呢 又是怎样的一种规则呢 YouTube在处理这些观看次数的数据 本身就是一个统计和验证的过程 当你的视频上传后 你的观看次数在300之前 YouTube是不会可能的去检查这些数值的 但当你的视频观看次数超过300个观看量的时候的话 你就达到了YouTube视频网站的一个警戒值 这时候就会有一个新的技术评估系统去接管你的视频 分析意见得出真正的流量 从本质上讲 300次观看是一个防作弊的数值 当你看到你的视频 好几天观看一直停留在300左右 这时候你不要去在意这个东西 因为YouTube从接管视频 分析数据 验证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观看次数停留在300的时候 YouTube的后台都在分析数据 一旦流量被验证是真实流量 那么所有的观看次数都会被添加到你的公共计算器 接着你的观看量就会持续增长 那么该怎么样去定义真实流量呢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假如你在美国的洛杉矶观看了一个视频 然后评论 接着你的YouTube账号在 YouTube账号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登陆 并且观看了一个视频 这个观看视频的次数就会被记入无效流量 再者就是因为视频内容与视频描述带来的误区 例如你的视频里没有体现带笔记迷的女孩内容 但是你的描述里有这些 造成观看者观看意向扭曲 在这个视频上停留了一两秒 或者说占据视频总长度过短 那么这个视频观看次数就是垃圾流量 显然300个观看在某种程度上 避免了一些僵尸粉和不法商人 无上限的刷流量 但也存在的一些弊端 对流量控制过于严格 对于真正流行的视频 在一定程度上的话呢 就丧失了它的时效性 纵使有成千上万的like 但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呢 观看次数都会被限制在300次观看 影响视频的排名 这就是间接导致了这个视频 这段时间可能会流失一些效应 好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为什么视频 YouTube大量的视频观看和浏览数 都在300次左右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